郭俊安和勾线宜在5月2日晚 没有预警一起在社交平台 宣告结束18年婚姻 共同发布 感恩曾与你一起走过的岁月 自两年起 我们已经分开生活了 经过双方心思熟虑及沟通 最后我们决定离婚了 并指离婚决定无奈及艰难 感恩曾经为彼此付出过 为家庭努力过 并互相寄予最大祝福 现年58岁的安仔和44岁的Cindy 在1999年因拍摄旅游节目结缘 无据相差15载的年龄障碍 没想过我会喜欢一个小了15年的女孩 所以就信一件事我的缘分 那你们聊天真的会不会有代购呢 现在说三岁三年已经是一代了 有些人说我不是一个很成熟很man的人 我总是觉得我自己是一样的 所以有时候我见到她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些东西跟她很合格 拍拖七年后 2006年在主题乐园举办甜蜜婚礼 也很感谢这家人 生气这么英俊又对我这么好 不知道说什么在这里 我会在这么多亲友的面前 我会成功 我会一生一生地去爱Cindy 和Cindy 婚后不时夫妻当现身放闪 未成为妈妈时 Cindy更分享自己婚后 若有小朋友会怎样 我觉得你叫我全职做家庭主婦 我会看什么不同阶段 可能要看小朋友的岁数 我觉得要保持一个不太脱节的妇女 我觉得是这样的 2008年及2011年 Cindy先后为安仔诞下 现年16岁 长子葛令先生和12岁的妻女葛二雅 成为全职妈妈后 Cindy虽然专心上夫教子 不过由于当年会考只得5分 所以他一直很上进感 自我增值进修 先后考取航空理论课程及船牌 近年更重返校园 修读市场学及管理学 2021年 进修食物及营养学课程 以一级文语的好成绩 随得学士学位 成功为自己转跑道的Cindy 早前公开大赛四方母毕业上市 被网民激赞疫灵生长 充满少女味 完全成功融入学生当中 看得出她的生活及社交圈子 和过往大不同 渐渐开始放眼世界 去年Cindy正式执业成为营养师 再次投身社会工作 Cindy还在社交平台套心声说 人生第一次打工 求职时遇到很多困难 人工虽然不及出费登台 但仍然会继续坚持 而二人的离婚早已有职可尋 一家四号公开合照要数到2018年时 童年Cindy接受媒体访问时 曾公开谈及夫妻状况 踏入嫔疑边缘 至2021年时 安仔曾致结婚变危机 源头组在2016年 安仔拍摄剧集《致命复活》 出演深山野人 为复仇走火入魔的悲剧角色 令安仔一度陷入严重抑郁局面 夫妻间几乎零沟通长达半年 硬好夫妻努力修补关系 并定下每个星期都拍拖过二人世界 同心冲破婚姻障碍 真是很少时间在一起 所以就真的要努力擠一些时间出来 可能最近擠了一些时间出来 就是去酒店吃自在餐 那他呢 有主动问我要不要逛街买衣服 咦 已经很久没有问我去买衣服 那现在特意大家这样维系 大家都特意抽些时间出来 其实有没有聊过 也有聊过 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冷淡 是不是好像不像以前的感觉 大家都坦白说自己的感受出来 那就好了 不如我们要找回拍拖的感觉 行好夫妻努力修补关系 并定下每个星期都拍拖过二人世界 最终得以无合 同心冲破婚姻障碍 而两夫妻最后公开露面放闪 在2022年一起做客流行经典五十年 甜蜜对唱《万千宠爱在一身》 是我选择的这首歌 因为我很熟悉这首歌 因为前世读书的时候流行抄歌词 所以那时候是狂抄这首歌的歌词 所以就超熟 不如我提议给他听 不如唱这首歌吧 是 小朋友知道你们两个会一起上电视唱歌 知道我们要唱歌 是 不知道要上电视 你以为到时出街 你会不会叫他看 都会的 让他知道爸爸妈妈 原来现在都要做这些表演的事 是 虽然婚姻失忆 但在财政上安仔一直大丰收 据知安仔现时有多个物业握手 市值九千多万 绝对不用休 不过安仔曾经向外界透露 这些物业并没有Cindy和子女的名字持有 原因是他觉得 将来即使离开人世 都应该要贡献社会 难得Cindy也都认同这个方向 其实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村落 我们经过来看看桃花 原因是只是想避过大家用餐的高峰时间 但是这里 那些桃花很大 你看 九个人的菜份量是这些 第一餐来到我们就满汉全职了 还有咖啡 很贴心 巴封 哎呀 打卡 仔那里了 哇 在这里这么高 三千多开拔的地方 喝杯姜茶真棒 小吃给你吧 好像这个 这个就是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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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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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到鬼哥呢 穿着山羊皮的衣服 是臨知本地居民的一个传统的着装 你来到这里可以骑马马 我很想射箭 好像很好玩似的 觉得自己好像那些什么 部落的公主 我飙…不是… 我飙…这样 太阳碎了 这里就是加拉桃花村 其实真的算是西藏桃花第一村 基本上你三至四月来到这里 它的桃花都是超级茂密的 而且现在刚刚是季节的交替时间 所以就有很多油菜花田都可以看 一次过满了两个月望 我现在又登上人生的巅峰 现在我在4728海拔 算是我自己人生有史以来 最高的一个海拔的高度 还好 在标到上气有点不跌太 然后呢 你看看这里看过去 那边如果那些魂帽子遮住 就是南加巴亚风那边 如果你看过去那边 现在被那边遮住那边就是了 其实 我们有队员已经开始吸氧了 所以都不简单了 还有导游叫我们 你留在这里 十几分钟好了 因为太高海拔 不宜久留 我们这些城市人 不过大家 难得来到 我都带大家去看看 先走一圈 好 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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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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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以为这样是一个筷子 但原来不是 原来筷子是这样的 流脑脑入大观园 但它会不会断了 然后断桥在石窝里面 先拧紧一点 终于来品尝这个 很出名的石窝鸡 大家现在已经很安静了 因为大家都很努力地吃东西 但我面前的石窝 原来是大有来头的 是一个会涨价的石窝 因为它是来自 墨脱 一个地方叫墨脱 里面那些石头造的石窝 它是每年涨价 然后今年已经涨到二千多元 刚才导游姐姐说 以前是一千多元而已 然后现在涨到二千多元 如果没买到一个涨价的包包 你可以考虑一下 买一个涨价的石窝 另类购物 对 用得很可以用几代价 代代相存 知不知道 让我帮大家吃 这些药材味都是加分得饱 但是很喜欢吃药材湯 你看这个羊肚菌的样子 嗯 这里选择羊肚菌放题 平时羊肚菌都很贵 在香港买 嗯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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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扣物了 我想说 牛骨梭梭 我看过很多 这把是怎样 这把是 你的头 你不用在这么辛苦 自己递到这么想的 就是好像那些 拔痕那些 这个宁静而茂密的雪峰 看看新闻 沉浸式体验 当天又上桃花又上雪山 但温差是非常大的 所以很快就肚饿了 大家看到这条鱼呢 其实当地人是很少吃海鲜的 多数是有一些上奔来到的时候 才会拿海鲜出来招待 所以当天一起吃饭的 全部都是一些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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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